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只要抛头颅洒热血帮你打下这半壁江山 可是你呢 泄沫沙吕 吐死狗碰 吃完方便便你就扔叉子 成天哪 天生的贼 你劈死他的脉 行了 起来 小楠 要不这样吧 考虑到你跟姐这么些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我再给你一次面试的机会 我不要 如果你这次能击败其他应聘者的话 我就给你留下来了 好吧 好 我站哪 别动 别着急 接下来还有三个面试的席位 我打算从现场的观众当中选出来 大家听好了 来应聘金星的助理 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就可以 第一 第一 脸要比沈南小 第二 个要比沈南高 觉得自己符合条件的请举手 听这意思 对了 金杰可是铁了心 要把小楠扫地出门 今天的金星秀 究竟唱的是哪出呢 不知道我才怪 谁不符合 好 来 来 在这里我要特别的说明一下 这次招聘招的是我的助理 面试题目不是我精心自己出的 而是一些世界的著名企业面试中使用过的题目 每人回答一题 答对的留下 答错的 请离开 各位同学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们用这种姿态来面试 大声说有没有信心 干掉沈南 有 干掉沈南 我跟你们讲 我不用你们干 我自己不要 好了好了好了 金星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助理招聘大会正式开始 请听题第一题 这道题目是微软公司招聘时用过的 如果赋予你超能力 你愿意选择隐身呢还是能飞 我选择隐身 你为什么选择隐身呢 这都不用说我都知道 他就是想偷偷摸摸地钻到女生宿舍里面 然后偷吃女生辣条 不是 偷吃女生辣条 要不就偷吃那方便面 你为什么选择隐身 为什么 我这个人比较怕热 上海的天气呢还特别特别地热金钱 只要是有了隐身能力 我可以光明正大地不穿衣服 老娘快了不是吗 就这点要求 如果你选择隐身 那就意味着你可能性格比较腼腆 如果你选择飞行 这代表你比较勇敢 不会怯场 做金姐的助力可不能腼腆 那我就是靠着这个 不是 不要这个 要是我的话我就选择飞行 你选择飞行不能说明你勇敢小男 只能说明你腿短 飞天小短腿 你out了 我不需要腼腆的 来 掌声送给他吧 谢谢 第二个应聘者 你的题来了 如果马云走进你的办公室告诉你 他将给你1000万人民币来支持你创业 你准备用这1000万做点什么 首先先拿出200万来给我的父母 再拿出200万来就去各种店 卡卡卡 该刷刷 该买买 然后再拿出400万来 去投到马云底下的公司里去 力滚力 完美 看样子你也不是我想要的小伙子 这道题目考验的是你对企业的忠诚度 你想你到我来面试来了 你居然还垫着马云的钱 这不有点过分了吗 姐 我告诉你啊 我第一眼就看到这小子 是个两面三刀的人 你换做是我 马云拿着1000万来到我的办公室 对 我就指着他的鼻梁子告诉你 说什么 想吧 别想拿钱收买我 我和你女儿是真心相爱的 爸爸 你抢那点出息吧 看这写造 警戒助理这个岗位 还真是竞争激烈呢 最后一位应聘者能够脱颖而出 打败小男吗 空难发生了 你成了这次坠机事故的唯一生还者 你第一件事做什么 那我会检查一下我的手机还能不能用 给我的父母 报下平安 这拿不错嘛 很孝顺的 这道题目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房屋租赁公司 叫做Airbnb出的题目 正确答案是什么 你知道吗 正确答案是 你要镇定地打开手机 他拿手机是对的 给你的老板打电话 播通以后说 不好意思老板 因为空难 你看我今天可能要迟到 这题出的多缺德呀 你没问题 但也得out了 再回答准备 但是我支持你的答案 这都是天意啊 不该走的都走了 该走的还没走 你啥意思家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沈南同学 请你不要着急 咱们按规矩来 你必须回答最后一道问题 回答不着照样走人 你放心吧 请听题 白雪公主误入森林 遇到了几个小矮人 一看这就是轻易 这是送分题呗 七个 七个小矮人 七个小矮人 对 好 我的问题来了 这不是问题吗 不是 请问 这七个小矮人分别叫什么名字 姐你玩我 是 藏天的 是 你嘴皮都没死了 对 我告诉你 这真不是我难为你 也不是玩你 这道题目也是五百强公司面试题目 这道题测试的是什么呢 应聘者在面对未知事物时候的临时反应 正确回答应该是这样的 老板 我不知道 但我保证很快就能帮你查到 所以沈南 你也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也OK 但是临走之前我想说一句话 姐 曾经有一份助理的工作摆在我的面前 可是我却没有好好地珍惜 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 我想选择隐身术 为什么 因为如果选择隐身术的话 小南就可以默默地守护在荆棘的身边 直到永远 哎呀 恶心死了 难道在这一期节目中 沈南真的惨遭淘汰 再也无原助理职位了吗 我们会想你的 哎呀 留下凑合用吧 哎呦呦 留下了 我现在没有助理 先咋下再待着吧 今天这期超能金星秀呢 咱们就好好说一说 招聘那些事儿 有一种演员 无论他是主角还是配角 一部剧看完 他总是能够给您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这就是当之无愧的老戏骨 那今天上节目的这位嘉宾呢 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老戏骨 他就是著名演员李立群 你干嘛呢 被感冒了他羊子了 不女心肌 咱俩一样呢 你做饭是不喝多的 没有 喝一点 这开场白也就只有对李立群了 因为两位的交情是喝出来的 昨天喝啥了 威士忌 两瓶 两瓶威士忌 那天我采访完谢贤 回到香港以后 给我寄的证明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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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OK 对啊 她在香港拍电视剧呢 完了我那天来采访 她在深圳拍戏 拍戏光刚刚看电视 她突然看到我惊秀了 她说 我要认识这个女人 我要认识这个女人 打电话了 我说来来来聊吧 我想我不请我和你不来 我请了就聊 聊得特别开心 昨天我回家也从香港 把它自己收藏了 每天到家来喝吧 只有你能来喝了 收藏将近三十多年的威士忌 这么一大瓶子 从香港给我寄过来 现在这种包装都很少了 很少了 这是三十多年以前的 一个时代性的包装 对 那个大包装 要寄这么大 拖着走 对对对对 我一看我说 昨天我先生问我说 这酒谁喝呀 我说你放心 我说我有酒楼 我有酒楼喝楼 这就给你来喝了 对了对了 约酒局只是铺垫 因为重点要约的 其实是 那什么时候演话剧呀 看不看不 那话就对了我 你得有时间呢 再忙我要演话剧 我发现我演话剧回家以后 还是很愉快 就两个小时 演完以后 我开个车回家以后 是愉快的 是的 你这个事情很思考 不随便用过瘾的样子 不是不是 是愉快的 愉快的 不一定是过瘾的 然后我会做电视节目 回家以后吧 我还在思考当中 今天哪句话说对 什么句话说错了 很内心的 但演话剧 那个人物从人物里出来 我觉得很愉悦的 很开心 但是早上起来 我吃早饭的时候 孩子们觉得情绪不错嘛 好像你努力地拍了 一个多月的戏之后 演出的时候 就应该是请客 对 请完客 而且关键整个表演过程 一起合成 李立群可是公认的老戏骨 私底下挺严肃的 一般不怎么夸人 但她对金姐和金星秀 却是赞不绝口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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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之后还要看重播 那是您爱我 那是您好爱我 刚才一个观众跟我说的 不是你说的 没有 没有 我也认为你听着法子 主日中天 还好 看完之后还要看重播 你看完 看我是要给我挑毛病的 我看我跟她一模一样 要给我挑毛病的 没有挑毛病 你几次前我看了就不想转 但是我跟那个谁 李群大哥这是一见如故 就是你在人生当中 没有几个朋友会一见面 就感觉好像认识好多 十来年那样 聊聊 直奔主题就聊天喝酒 后面 太少了 这种东西太少了 哎呀 好像 对对对 品味 品相 就对事情的判断 他品质品相 都在一个高度上 就说 对啊对 时间嘛 一见如故的两位老朋友 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更多精彩内容 请锁定今晚十点东方卫视 我一直看到你这个表 你这个表挺有历史的吧 上海表吧 是的 你看到了 对啊 这个表啊 它是你看啊 中国上海 对啊 当时这款表 还算是高档的国产表 这个表现在值钱了 刚才我一看这个表 秒针是红头 对啊 红头的更好一点 对啊上海楼那个楼的标子 国际饭店那个标志嘛 我有一个朋友把这个表厂的 那个剩下在仓库里的 全买下来了 全买下来了 所以他送我一个 让他卖我一个吧 你问他卖我 这个表太值钱了 上海手表 有意思啊 哎呦 最后以前N多年前女孩子 谈恋爱一个男人 戴这个表的话 那就可以嫁了 上海拍手表 你那朋友说哪年把 这场的货收的 哪一个 就是你的朋友 这就是去年朋友 受过的 而且这个表链多有 他把裤藏的那些 剩下来的上海厂的表 表厂里的表 全部买出来了 也是有些 买了大概一百多个 这个表太有历史了 而且那个表袋都特有历史 我一看好有意思 太好吧 刚才我一看我说 这个表有缩头了 秒针带红头的 对 这个表面整个这一套是对的 看 好表 待会商量商量 没 演了将近三四千集的电视剧了 该演的该塑造角色全塑造了 什么角色还没塑造过 就是从人生百态 哪种角色还没有塑造过 太多了 有很多角色类似 其实深度不一样的 看剧本 比方说情报员 我就没有好好演过 情报员 对 我虽然演过戴力底下的 一个什么 什么 什么军统局的 什么一个高阶的 但是我觉得跟情报工作 没什么关系 你演的最多角色是什么 老好人 不知道 对 老好人不少 坏人也演不少 黑金里面的电影 不是演一个坏人吗 您电影拍的不是很多 电影就及时不管 是选择吗 为什么 找我的人就不多 为什么呢 我也不太参加电影演出 其实 我有时候觉得去演电影 在我个人来讲 我赶上的时代正好是 怎么讲呢 香港电影最兴盛的时候 内地的电影还几乎没有起来的时候 对 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去香港混 为什么不去呢 看不上 你不看看那个电影 那个电影 我觉得还没电视剧好看 那时候台湾的文艺片很好看 对 还没 我觉得还没电视剧好看 就在公园散散步 在某个地方的车子上 经过一下夜市 然后就到哪里 找没有人的地方 就开始谈情说爱 然后就开始哭 开始闹 就永远都是似曾相识的题材 对我来讲拍电影太简单了吧 还不如待在电视环境里 就错过了跟电影结缘的机会 然后等到电影起来了 人家也不认为我们这一号演员 是属于电影的 我们就乖乖地待在电视剧里面 一待待一辈子 所以电影只拍了几十部 还不错 拍过杨德昌的电影 拍过赖神川的《阿联桃花园》 拍过张毅的什么 有几部好电影参加过 咱们东方卫视花药男团的东欧之旅 还在继续 本周又会有怎么样的精彩桥段 期待一下吧 这一次 花药男团已经来到了 位于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城堡山的鱼人堡 根据当地人的说法 这里是初吻发生几率最高的地方 既然来到这儿 花药男团也要进行一项 检测自己魅力的挑战 向路人索吻 在陌生的国度 他们还同样会如此受欢迎吗 好 好吧 大猪猪你去吧 你一个人去 我们在这边等你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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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你們兩個親羽帽 親羽帽 親臉夾一下 你親他 都要 親臉夾 他親你的臉夾 不動不要動 換你 要回人家 換嘴 換嘴 拜拜 謝謝 剛才哥哥幫你了吧 哥哥幫你親了一個吧 你去找一個外國人回來 好不好 去找一個外國人看他要親誰 看他願意親誰好不好 加油 Do you want kiss Sure WOW YOU YOU 他決你機會 Give me that ideo Long No QR 看别人姑娘那么洒脱 二神假奶量反而更加害羞了 更多精彩敬请关注 本周六晚八点半 东方卫视花样男团 笑江湖第三季威正江湖 每周日晚上的九点 更多有实力的喜剧演员 更多搞笑捧腹的精彩段子 东方大看点 带您抢先看 东方卫视王牌喜剧竞技秀 笑傲江湖第三季威正江湖 他叫方清平 我是最好的工作人员 你只有我们这一届的冠军 不能那么直接 来吧 一二三 7月17日多日晚21点当 和您一起笑傲江湖 本周东方卫视其他精彩节目 东方大看点 带您抢先看 我就是那个全中国最惨的人事主管 老板为了鼓励员工加班 要求人事部门提供加班福利 我们困了 要看美女跳舞振奋一下心情 你安排一下 我们累了 要做全身马车机 放松一下身体 你联系一下 我们饿了 要火锅来刺激一下肠胃 你准备一下 他们提出的要求真的是各种各样 天马行空 对 天马行空的那种 因为我指示动作是为公司去工作 我一直要想怎么去把这个 你要刺激自己 对 然后我是跟老板说 要不给他们弄个转盘吧 就写一些他们最想要的那个 去弄个菜单 对 福利就在菜单里面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给你提供一个福利 给我了 对 江振宇搏击展示 一连热舞 你这个比例好大 这万壁江山都是你 你里面 像这样的跳四十分钟 我跟你说 我的话系 撞我了 这些超级英雄 为什么都戴面具呢 他们说是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怕被朋友认出来 但是超人从来都不戴面具 他就不怕朋友们认出来吗 因为他朋友们认不出来 就像我们每个普通人一样 你现在每个人 包括电视机前的各位 你们就想一个身边自己最好的朋友 最熟悉的朋友 脑子里出现这个人的画面 好吧 想到他 你再想一下 如果是他穿个红豆腾紧身衣 红内裤穿在外边 每天在大街上跑来跑去 你好意思说你认识他吗 我国脸盲更多 大多数80后都是脸盲 我告诉你们 最早那版六小灵童 那版西游记里面唐僧 换过三个人眼 你发现了吗 你是当时就发现了吗 你看你还挺棒的 但是 以后这种不上路的观众 就不要让再进了好吧 制片部门 一点面子都不给 反复问 还拉长生 对呀 好 但是 不过说到超级英雄 还必须得说这样一个人 那就是美国队长 前阵子漫威公司爆出这个料 实在太大了好吗 漫威公司官方宣布 美国队长是九头蛇的卧底 我的妈呀 简直就不可思议 你知道吗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好像是孙悟空 历经千辛万苦 九九八十一难 十万八千里的遥远路程 一路保护唐僧 到了天竺 刚到雷音寺山脚下 把唐僧就给炖了 好了 这就是本周东方大看点的全部内容 我是白克力 下面就是精彩的金星秀 没有